期待我们接下来的这场压轴大战 没错 这场比赛就是一场69公斤级的 金腰带拳王的比赛 其实在这场金腰带拳王争夺战之前 我们的称重仪式上 两位拳手就已经对这条金腰带展开了争夺 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来 短片一起了解一下 同过短片一起认识一下蓝角拳手 我们有请蓝角拳手 麦麦迪图尔森球 继续 动振棒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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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пар 动振棒 字幕志愿者 杜茜 接下来再通过短片认识一下本场比赛的红角拳手 有请本场比赛红角拳手胡杀贝雷格登场 字幕志愿者 杜茜 字幕志愿者 杜茜 接下来将要进行的是一场69公斤级的金腰带争夺战 这条象征着中国拳击至高荣誉的金腰带会属于哪位拳手呢 当然大家看到我们的拳王金腰带再次来到我们的擂台之上 而今天站在拳王金腰带争夺擂台上的两位拳手都是身经百战 经验丰富的顶尖拳手 当然也是我们中国拳击史上璀璨的明星 一位是去年的中国拳王 另外一位是首次登上中国拳王赛的实力新星 曾经他们获得过无数荣誉 但是此时此刻这条金腰带对他们来说才意味着一切 两位选手乘风破浪而来 今晚谁能一战定乾坤 本场金腰带争夺之战现在开始